人生一世,如果饮于烟,人活一世,不要糊涂,钱财虽然重要,但并不是第一,德行,也就是人品当第一,品德可以弥补资历的欠缺,但智力弥补不了品德的丧失,金钱耐身外之物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,高贵的人格,也就是品德是流方百事的不朽财富,钱财丢了用心并不可以赚回来,品德丢了, 也就将人的根基沦落了,人无德不足以律师,数无根不得以生存,人如果失去品德和信任,也就人品德总称,你还可以用什么拥抱生活,还拿什么去拼搏,人生一世,当你经济结局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凑制一点信用卡,人活在世上千万不要透支自己的德行,有人问我什么叫德行呢? 古人说明结重泰山,李月清红毛,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,人活一世,要把刚正不如时刻铭记在心,分秒用行动践行 人活一世,要坚守善良本分的洁净胸怀,心存功道,诚恳待人,虚怀若骨,方可立足,当在你进中行走时,能有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,当你在低谷时,还有人主动来帮撑,这就是所谓的得心好,得心好的人,与人相处,重情的讲义气, 这样的人自然就会获得别人的欣赏,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独有的人格魅力,得心好的人,与人处世,恢弘大度,不注重名利,不贪图小意,这样的人,他任意就愿意接近你,得心好的人,和人交往,大义凛然,不卑不亢,公正无私,这样的人,他仍也愿意去追随,人生在世,如果得心差了,这就是一种最大事, 的失败,纵使你利用卑劣手段,谋取了尖山银山,也不会有高尚的名声,即使你富可敌国,也尚有人敬佩你,真正获得敬佩,的永远是那种德性高尚的人,德性是什么?德性就是一个人的根,只有根基稳固,才能长成参天大树,人生一世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谁都有落纳的时候,人生在世,三起三起, 落到尽头,没有人是可以一帆风顺活到老,落魄时,人坚守道德底线,不做精明狗盗之人,贫穷时,却仍不丢失良心,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度过难怪,方为高贵,世上的事,你在做,人在看,自作你也不可活,没钱只要有健康可治传,但得心没了也就完蛋了, 有句话叫陆瑶之马力,日久见人心时间是见证一切的明镜,其风方去尽头,烈火才能炼金,人生一世,人和人之间的相处,长期的相处看的是脾气的好坏,长期的相处看的是你的德性,德性,是无法隐藏的王派,人品,是一辈子的摇钱树, 人缺什么都可以,千万别缺德,人没什么都可以,千万别没品,人生一世,一定要记住,财富可以用勤劳换取,能力可以贩卖在生活和学习中逐渐培养,德性切记不能丢失,人格千万不能任意透支,为人坦率真挚的人,处处都有人欣赏,缺德无品的人,如果接老鼠,人缘寒大,人生一世, 能听牌第一,信任不是说说而已,只要你有宝贵的品德,时间久了信任的目光,自然就停留在你的身上,胸怀坦荡的人,时间久了自然有人看重,品德是一种无形的财富,人品是一种受益终生的信用体系,有了这些,人过一世一般温顺,守住好德性,一生都活得光明磊落,有了好人品处处皆浮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